那我们呢 我们之间的爱情 你不打算尽力抢救一下吗 不打算 为什么 对于每一个病人 你都会尽全力地让他们活下来 可我们呢 你说结束就让一切真的结束了 你放弃抢救 你放任这场爱情彻底死掉吗 对于我们医生来说 面对死亡 拼命拯救 死亡之后 冷清面对 在我和你说分手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爱情死亡的时间 我们已经结束了 如果我说 我不想结束呢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们的恋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宝贝 情感的恐怖 可能会对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们分手了 你还会跟别人在一起吗 不会 我不能伤害任何人 既然这样 我明白 你走吧 再见 雨菲姐 还没走啊 我是看你状态不太好 有点不放心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没事了 你要没有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雨菲姐 我 我想跟你说 我知道咱们不熟 我只希望你能明白 除了莫白 你也可以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 只要你有需要我随时都在 谢谢你 我是真心的 真的 那个你有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好 我觉得你 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我先走了 我 我也有事 好 再见 你 现在的人谈恋爱啊 好的时候如胶似漆 分手了呀 形同末路 其实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别试那么多啊 等等 这是妈妈烤的面包 你尝尝 你什么时候还会烤面包了 这是妈妈送给你的祝福 希望你早日 组出失恋阴影 重新找个好的 开展一段新年纪 谁告诉你我失恋了 哦 前两天 我听到你说梦话来着 你看你这两天啊 失魂落魄的 不知失恋是什么 孟严 你看这电视剧里 那男生刚离开 这女的呀 就寻死觅活的 有什么用啊 那男的也看不见 你啊 就是一时失恋 又不是一辈子失恋 这世界就坍塌了 我告诉你 每天有多少人失恋 那还有多少人重新恋爱呢 好男孩一把一把的 离开那个不合适的人 就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合适的人 这不 我要去上班了 我去换衣服 啊 我那么辛苦做蛋糕 你多吃两口吧 嗯 我不吃了 今天主编视察 迟到了又该挨骂了 谢谢妈妈 没事了吧 没事了吧 警察说 你需要接受治疗 是我帮他们联系了这家医院 你还适应吗 这里也很适合我 我之前那么对你 你恨我吗 都过去了 你需要时间平复这一切 我知道 一句对不起 你根本弥补不了我对你的伤害 但我还是要说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的错 我要向你道歉 请求你的原谅 你不觉得这样的情形很熟悉吗 伤害 道歉 之后一言是伤害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 你需要医生和治疗 来帮助你 控制你的情绪 从前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魔鬼吧 所以才那么想逃跑 远远地逃走 是吗 当你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 你就会疯狂地摧毁身边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包括我 但是你最终摧毁的 是你自己 我能好起来吗 相信你的医生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那个冲进来救你的男人 是你爱的人吗 他 他是这个世界上 我唯一的亲人 谢谢你今天肯来接我 要是真的想谢我 就好好接受治疗